好,大家好,我是台北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的郑梦崇老师 那这一次为了让校园的移动更友善,也更无障碍 所以国教署委托我们本校五科九院长还有我们这次的执行团队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套简单实用的地图绘制指引 来协助各个学校制作出自己的无障碍地图 这部教学影片就是向大家介绍 我们会如何使用免费的资源来绘制校园无障碍地图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行课程 首先我们会建议大家使用国图绘制图资服务云来作为地图 搭配校园厂刊 我们就可以标注上无障碍的一些设施图示还有动线 快速地完成这个地图 好,那第一步我们选择国图测绘图资网 作为我们地图的来源 因为它是政府提供的免费公开的资源 所以可以安心自由的使用 我们也比较了像Google Map等这些常见的地图平台 实际上我们发现国图测绘的图资 它的资料是最完整的 非常适合用来标注我们校园的建筑跟动线 所以我们就用它来作为我们的地图来源 好,首先请大家先在网络上搜寻国土测绘图资服务云 并点选进入这个网站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个PC版的地图 请大家点选后在上方的这个搜寻栏输入学校的位置 来定位我们整个校区 那在画面的下方你可以点选地图的按钮 来切换卫星图或者一般的地图 在这个部分建议大家尽可能使用桌上型电脑 或者是萤幕大一点的电脑来绘制 因为它会比较方便后续的截图还有描绘 好,那接下来我们将搜寻到的这个地图 还有卫星图进行截图 存在电脑里面方便之后的这个描绘 截图的方式会根据作业系统的不同 会有点差别 如果是用Mac的电脑 你可以用Cmd加Shift加3 可以截取整个萤幕的画面 如果你是要使用Windows的系统 你可以按Print Screen这样的一个按键 它会将画面整个复制到剪辑部 就可以之后用到这个Google简报里面 好,那请大家先将地图跟卫星图 都用全萤幕的方式截取 并且保持相同的这个比例 那这样子之后在绘图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对照 那这边必须要再次提醒大家 在这个步骤里面我们要截取两张图 一张是现稿的地图 一张是卫星图 这都是方便后续的绘制 好,接下来进行绘制底图的步骤 首先请大家开启Google的这个简报 那大家可以登入自己的账号 建立一个新的简报 那我们根据画面的指示 你们会发现在工具列这边 你可以选择插入图片 你就可以上传电脑中的图片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取刚刚的这个截图 好,把它置入 好,请注意 这个时候汇入的校园地图是现稿的图 好,那汇入完成之后 请大家选取这个地图 在工具列下面你可以去选择格式 去调整 那在里面有一项叫做不透明度 大家可以把不透明度改为50% 方便之后的描绘 那下一步请大家选择折线工具 并按照地图上的校园外框 来一一地描绘 我们建议的这个描绘的顺序 请大家先描绘校园外围的道路 还有校园的外框 那注意这个出入口应该要预留这个通道 比较方便后续的这个路线的绘制 然后这个完成之后再开始慢慢绘制校园内部的建筑物 那在大致绘制完校园的建筑物之后 如果有发现本来截取的图有遗漏的讯息 包含建筑物,包含操场等等 我们就可以再将刚刚截取的这个卫星图置入一次 进行补充的描绘 那为了大家方便描绘 我们建议将卫星图移到最底层 那请大家在这个卫星图上按右键 你可以选择排序 将它移到最下层 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折挡 刚刚你们已经描绘好的这个外框 好,接下来利用折线这个工具 来描绘可能缺失的建筑物或者一些环境 包含像是草地啊,操场等等 那绘制的时候这些色块可以选取把填色改为透明 因为我们只需要留下线条 那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些图案的工具来绘制操场这样的场域 为了方便大家制作 所以我们执行团队在这个无障碍地图的工具包里面 也放了各个不同尺寸的地图档案 所以大家也可以直接汇入 那汇入的方式也是一样 就是插入 然后图片 上传电脑中的图片 我们以操场为例 当我们选取操场放入之后 就可以改变它的这个控制点来调整它的大小 并且放到对的位置 如果我们去拖曳这个上方的这个圆形的控制点 就可以调整并且旋转这个图形 那绘制完成之后 就可以把刚刚这两张截图 包含本来的这个校园图跟卫星图 先用Delete键把它删掉 留下线稿就可以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 我们怎么去做细节的调整跟缩放 好 我们第一步先将底图全选之后 然后透过拖曳这个四个角的这个控制点 可以调整它的大小跟角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移动到这个适合的位置 那下一步是细节的调整 那因为学校外面的这个道路环境 是属于辅助的资讯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让这些比较次要的资讯 淡化处理 所以请大家先按Shift键 然后依序的点选校园外部的所有的这些线稿的物件 那全选之后就可以用滑鼠右键选择群组 群组之后 我们可以统一将线条的颜色改为浅灰色 这样就可以有效减少这些视觉的干扰 让我们校园主体可以更清楚更清晰 接着我们用一样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相对次要的讯息 我们尝试将校园里面像是花圃球场这些不是教学或者行政的这些建筑区域 我们让它相对变得淡化一些 所以我们就用浅灰色的填色来先处理 来凸显我们主要的建筑空间 那一样我们用Shift把这些次要的物件先全选起来 接着按下滑鼠右键来选择群组 然后我们把填色改为浅灰色 那填色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线条显示改成透明 一样是用工具列里面的这个填色选项 这样子物件就是没有边框的浅灰色的色块 看起来就相对比较单纯 那这边补充说明 在调整完这些色块之后 如果有一些色块遮挡到主要的建筑物 我们就可以转换色块物件 按下滑鼠右键选择排序 我们把它排到底层 这样子就可以让它不会挡到主要的建筑物 画面会更清楚 那这些手法都是希望让校园里面的这些主要建筑物 可以是清晰可见的 那完成上面的步骤之后 我们就可以选取工具列的文字符号 那我们可以在空白处点选一下 然后打出路名建筑物的名称 我们也可以拉动四个角的控制点 去做文字框的调整 我们就可以将校园中的建筑物也打上专有的名称 那这边请大家注意 我们建议大家使用一样的文字大小 由左至右打入 这样整体的一致性会更好 那我们就会完成我们地图的底图 在这个阶段我们建议先使用灰阶的颜色 那未来可以根据学校各自环境的特征 再来适度的上色 那原则上最好以三色为限 因为这样子比较不会干扰到无障碍资讯的呈现 最后的部分就来跟大家介绍 我们如何来放置这些图示跟动线的画法 那第一步完成刚刚的底图之后 请大家在工具栏的插入里面选择图片 并且上传电脑中的图片 我们就可以将无障碍的图示 插入到我们刚刚绘制好的底图当中 第一步我们先放置校园出入口的无障碍图示 那其他的图示也一此类推 我们制作了很多款圆形黑底白图的这些图示 可以让大家直接置入来使用 那在插入图示之后 我们可以调整这个四边的这个控制点 那你就可以去调整整个图示的大小 去进行缩放 制度之后 我们就可以复制贴上 再将这样的图示贴到地图上 其他的无障碍设施的位置 那同样的道理 其他的图示也可以依照之前的这个场刊表 去进行放置 当图示都放置好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进行无障碍动线的绘制 这时候我们就会使用工具列中的折线这个功能 那请大家记得 整个无障碍动线还是必须依照之前场刊表 所观察到的结果去进行绘制 我们使用折线的功能 然后利用滑鼠的右键选取群组来方便后续的移动跟编辑 差不多快要完成了 那接下来是加入一些辅助的资讯 我们一样利用工具列的文字符号 我们可以在空白处点一下 打出学校的名称 我们也可以拉动这个外框的控制点 去做文字框的调整 调整文字的大小 而且可以移动文字 放置到地图适合的位置上 我们也透过工具列里面的插入图片 然后上传我们的档案 可以加入我们已经制作好的无障碍地图图例的介绍 那这个档案我们已经放在我们的这个制作工具包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置入来使用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去调整无障碍图例说明的大小 并且把它放置到地图上适合的位置 我们也可以加入植北帧 而且调整它的大小 放置到适合的位置 那这些档案我们都已经整合到 无障碍地图的这个制作工具包里面 那关于学校的名称 图例的说明 还有植北帧的位置 因为每个学校的整体环境 形状不太一样 这个部分大家可以自由发挥 有一些弹性 那只要基于一些原则 例如我们的这个大小跟位置 尽可能的避免影响到学校地图的阅读 最后我们可以尝试去制作无障碍地图的外框 我们可以点选工具列的图案 去做圆角的这个举行 那最后就是绘制完成的成果 好的那到目前为止 应该已经完成具备一定实用度的无障碍地图 那请大家不要忘记 务必到现场再去检核一次 再次确认地图的资讯跟现场的资讯 是相互吻合的 那后续也可以根据学校自己的特色 加入一些色彩 那尽可能以三色为限 最后祝大家都顺利完成 自己学校的无障碍地图绘制 谢谢